霹雳南部之窗 丹荣马林国会议席爆发六角战 寻求守土的公正党副主席郑立康 又一次碰上老对手 马华树里总会长拿督马汉顺 上演党高层尊严之战 郑立康用全国大局 拜托选民投他一票 自认以55%的迎面领先对手 马汉顺不谈胜算 但是胸有成竹 认为在地服务可以让国阵笑到最后 西蒙共主拿督斯里安华挥军北上 雄心勃勃地要把霹雳 变成衔接西蒙走廊的关键拼图 目标是要铺平道路重返布城 其中一个焦点选区丹荣马林 马汉顺和郑立康又一次狭路相逢 不只要向党同志证明能力 胜败也决定了整体军心 时隔5年 两名候选人都已经是各自党内的高阶领袖 马汉顺是马华的树里总会长 郑立康是公正党的副主席 双双都肩负着阵营里面的厚望 誓言要拿下丹荣马林 这个高难度选区 因为拿下这里就等同于扣官布城 选民的种族分布是相当平均 而且相当可以反映 整个马来西亚的种族的分布 所以我这次也是这样看 丹荣马林很重要 因为谁拿下丹荣马林就可以拿下不成 最有信心是我觉得我可以有55%的胜算 主要还是说在过去这几年 我的名声服务 我的这个问证的记录 还有我在这几年我们打开的一些人脉 比起2018年是好太多了 我想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那个说法 那当然既然他这样认为 那当然我们就负他 那我想我个人的感觉是 我们在这里呢 在这一方面的那个反应呢 是越来越好 所以我觉得说确实 我在对这次的选战呢 是充满信心的 丹荣马林乌翼大约有四重四 华人24% 印翼也有13% 两人都身负高职 堪称赌上尊严 乌诸一致 郑立康承认 马汉顺是六角战中最强劲的对手 看双方的这个责任都非常重大了 我们除了是中央的职位之外呢 我们双方都是毕丽州的州主席 所以这一次我们可以讲是破釜成州了 谁可以赢下这个丹荣马林 谁就可以带动整个党的这个士气 国盟的机会比较低一点 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拿到 这个非马来人的这个支持 所以我觉得最后还是看 博针还有这个西蒙 到底哪一个可以拿下这个选区 大格局是没有改变的 郑立康用大局说服选民 马汉顺打折水棍上 说就是西蒙年代 很多选民都把过去的不堪看在眼里 而自己的优势就是在地服务 西蒙的这个反应呢 要比上一件好得多了 当然很多个原因我想 其中的就是 他们对于这是这个上一届的这些政府的这些表现 那个明年政府的表现 西蒙政府的表现 是感到非常不满 这是其一 那经过这四年多来 我也在这边一直的服务 我觉得也获得很大的认同 马汉顺上一届大选遭遇全民求变的强烈反风 加上党基层出现杂音 内忧外患导致马华以5000多张票不敌对手 输掉了这个传统选区 这一回巫统区部选前又高调争夺上政权 他表明目前国阵成员党合作无间 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或者你刚才有注意到呢 跟我在一起的正是我们的这个区部的 务统区部的主席 那么一直来啊 这几天我们都在一起来走 包括这个妇女主啊 在接下一个方面 所以呢 所谓的这个之前的那些 是过去的事的 不再是有任何的这个问题 单容马林国席这一次 除了马汉顺和郑立康 还有国盟的拿都诺里拉兹 国土行动阵线的阿米尔寒扎 2009年促使霹雳州名联 政府倒台的主角之一 拿都加马鲁丁独立上阵 加上另一名无党籍候选人 是伊扎佐哈里 巴都空间张丽柔 霹雳丹容马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